彭亨州警方日前根据情报 与五级安曼商业罪案调查组执法队 以及文东警员 联合取缔彭亨州云顶高原一个单位 成功倒破一支以新加坡人为诈骗目标的 虚设投资计划骗局集团 所有被逮捕的20人当中 包括了5名中国籍男子 以及15名本地男子 他们今天早上被控上文东推市庭 15名本地怀男子被告接认罪 招罚款1万令吉 根据早前报道 该诈骗集团相信是从今年8月开始活跃 他们是通过手机约会应用程式 Coffee Meets Baker Dating App 随机寻找诈骗目标 而诈骗目标是新加坡人 至于涉案的5名中国男子 都是持旅游签证入境大马 20名被告被控于今年10月5号 在文东云顶高原一个单位 进行一项不存在的投资欺骗 因而抵触刑事法典 刑事串谋条文 认罪的15名本地男子 各招罚款1万令吉 如果交不出罚款 就得以三个月监禁取代 另外5名中国籍被告 由于不懂国语 因此要求推市庭提供懂得华语的翻译员 案件折定在10月23号过堂 镜头转向马六甲法庭 26岁尼伯尔饮食店工友 曼黛阿杰 被控在今年5月20号及24号 在某小贩中心内抚摸15岁少女臀部 被控两项非礼罪名 遭法庭各判坐牢5年及鞭吃以下 被告在认罪后 向地庭法官达玛菲克里求情说 他需要负担家乡的父母及三名 还在读书的弟妹 要求轻判